大家好 我是真一貞 歡迎收看真心話大冒險 以色列要解封了 天啊 都歸功在疫苗的部分 真的啊 以色列其實 不要看他好像國家小 但是呢 他搶疫苗 我們記得這個之前講過 他用幾乎三倍的價錢 去搶人家的疫苗買過來 買過來之後呢 然後他就很努力的 全國趕快施打 當然中間必須要有 大概兩個禮拜到四個禮拜中間的 這個間隔 但是我們看就在他從大概 12月左右開始努力的打 你看 今天2月下旬吧 以色列就正式就解封了 表示說他全國的疫苗覆蓋率 不是百分之百 而是說已經到了大概 百分之60到70左右 他已經可以相對安全的 讓以色列的人民自由的活動 這很不簡單啊 那當然以色列這個全國解封的 一個意義就是說 其實疫苗真的很重要 對 疫苗很重要 戴口罩是一回事 但是你覺得以後的國際的往來 大家都戴著口罩往來嗎 不可能嘛 所以以後如果在最近這一年 曾經在國外旅行過的 這個觀眾朋友 你們應該就會知道 曾經在很多國家 還要鑽你的鼻孔嘛 就是還要去篩檢啊 或者三天前 三天之內的這個檢驗報告 你要拿到然後才能到機場 對不起 可能啊 如果快的話 尤其這些大國家已經開始 疫苗慢慢打到一個比例 六七成的時候呢 說不定啦 我們才可能七八月八九月 以後你要出國喔 對不起啊 這個注射的證明拿著 機場呢 當然也會挖你鼻子這個測驗的 但最多可能就是拿著這個證明 注射證明就可以出去了 所以就是我打過疫苗就可以出去了 對 而且有疫苗的話呢 有些人說打了之後這個身體的反應 也對這病毒反應也不會那麼糟糕就是了 對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到 很多國家現在拼命開始要疫苗 打疫苗就是因為我要解封 解封經濟才會逐漸恢復正常 國外的旅遊才會暢旺 那這個都是等一下我們可能會提到 在台灣其實看起來還做不到的事情 因為疫苗就下禮拜才來 來 而且來的是哪一種 AZ疫苗 聽說最近好像在歐洲有一些問題的樣子 所以其實台灣還是靠口罩 可是靠口罩 不能夠這樣一直撐下去啊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能是 真的要想一想看以色列的解封 看看人家 想想我們自己 我記得我的小時候啦 就是主播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我們都說這個台灣要學以色列 因為以色列你看他在中東小小的一個 然後呢美國給他很多的軍事援助跟武器 然後他很努力的研發自己的軍務 為什麼 因為他周邊除了西邊的海之外 周邊都是阿拉伯人 還有伊朗 伊朗是波斯人 這些跟以色列都有世仇的 所以以色列小小的一個 但是各位如果記得什麼六日戰爭 贖罪日戰爭 以色列我們都講說以寡極重 以小極大 極大或以小極強 所以我們小時候都被教育到 你要學以色列 我覺得現在疫苗喔 我看我們政府也要跟以前一樣 我們要學以色列 我覺得全世界都要學以色列 但是教授說得很好 我們要學以色列 但是我覺得有第一點 我覺得我們就 首先我們的起步 可能就跟以色列不一樣了 好 以色列全國將近888萬人 好 他們將近一半的人 已經打過了一劑的疫苗 好 重點來了 他們打的是什麼疫苗呢 輝瑞疫苗 就是我們一直在吵的 我們一直沒有想買 到底要跟總代理買 要不要跟總代理買 還是跟總公司買 分代理接洽的 好 輝瑞疫苗 以色列這邊的數字顯示喔 如果打兩劑喔 打兩劑輝瑞疫苗 可以達到95.8%的保護力 很高耶 對 輝瑞都蠻高的 有效很高耶 那問題就來啦 那為什麼我們要買AZ 不買輝瑞 我們輝瑞 所以其實去年的七八月就在談 到時候我們就請陳時中 慢慢把實話告訴我們 但七八月就在談 談到最後你看嘛 林權的東洋生計最後 結果談判竟然可以破局 因為我們的數量 只要買到兩三百萬機而已 所以從這破局之後 你知道我們在談判的過程中 七八月甚至到八九月 不是說全世界只有我們台灣在談耶 很多國家都在那邊搶 你要多少不要好那我來買 甚至我加碼買都可以 那我想問一下趙壽 像國際間啊 其他的國家 歐盟也好啊 他們在採購疫苗的話 他們會不會考慮到保護力 然後再來選擇 會不會就是保護力越高的疫苗 他們會更有意願來 來搶購這個疫苗 我覺得保護力是其中一個考慮 再來還有一個就是他保存的方式 因為我們知道不是有些要冷鏈嗎 零下七十度八十度 然後離開之後只能放三五天吧 還是什麼然後就沒有了 這也是個問題 所以保護力保存期限是個問題 再來還有一個就是 過去這個跟這個公司之間的關係 我可能跟輝瑞 或跟他們這國家比較好 然後我可能就往這邊買 那輝瑞購買好不好 輝瑞我覺得他在台灣 他在台灣有公司啊 跟我們是還不錯啦 跟陳時中好嗎 陳時中那要問他後面這個 一直跟他講說要去買什麼的 這些人要問他了 但還有一個就是說 國與國之間的政治力啦 我們看到了像 我們政府就說這個 中國大陸的不用嘛 對不對 連馬英九前總統說個說 不要這麼快的排除 中國大陸製的疫苗 馬上就被噴紅墨水啊 然後說馬上就 對跟中國唱賀一樣 就被貼標籤了 而且呢你再想想看 還有啊 我們的這個旁邊的國家 像剛才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講的孟加拉嘛 對 孟加拉剛才是主持人跟我講的 他說孟加拉他就說 我不要中國製的 我只要印度製的 因為中國要給他們疫苗 但是有很多條件限制 譬如說你要幫我付一些 也其他研發費用啦 或者是你什麼數據什麼 就是不是白白直接把疫苗 就這樣不是 你看他做很多事 所以孟加拉就覺得 那我就不要啊 然後這個時候呢 哎 孟加拉對中國說不的時候 中國最近有一個 在吵架的隔壁的 擋過架的 死過人的 印度 印度馬上跳出來說 那我送你 印度直接就送了孟加拉疫苗 所以呢 哎疫苗外交現在很重要耶 對你就看國與國的政治 有時候真的會影響 我們的這些民生啊健康 還有很多我可以舉例 你看烏克蘭 大家應該想得到 他不要誰的疫苗嗎 俄羅斯 他不要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那時候 之前2014年的時候 克里米亞戰爭嘛 烏克蘭氣死一直到現在 然後呢還有一些國家呢 像古巴他好像說 他不用美國的好像 然後 呃對 我記得還有一個國家 伊朗 哦伊朗 伊朗也說不用美國的 而且他是英美我都不要 對 英國美國疫苗都不要 對我不好的我都不要 所以其實從這個疫苗 還可以看出說 哪一個國家 跟哪一個國家關係比較好 或者是哦 我靠疫苗 讓我們兩個國家的關係升級 對 天啊小編我有問題 我的網路又斷線了 救命啊 但沒關係 哇我們現在聊天室 裡面已經有200人了耶 教授我們先來點點名好了 謝謝歐靖翔 謝謝James Wong 謝謝看見選擇性師名 哈哈哈哈 你的名字怎麼學這麼可愛 還有謝謝黃文雄 哇又 教授你又被點名 他說這 這教授確實蠻帥的 謝謝 後面那句我就不念 啊 好我看不到 看不到沒關係 好張偉哲說 主播這一針很認真 中天主播 謝謝 謝謝 Lear Wang說 我發現Facebook分享平台 有一點慢 Cindy說教授聲音很好聽 以前在大學上課 不知道為何常睡著 還被教授抓到過 那政大的冷氣比較強 哈哈 你學生上課會睡著嗎 會有啊 學生我們都會睡啊 你說你上到一半 你自己都會睡著 教授我是說你教課的時候 教課的時候不會睡 但是我們自己當學生的時候會啦 好寶寶們上課了 上課了 我們今天可是上的是 政大外交系教授的課喔 大家乖乖上課好不好